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声汇网立场无关 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并非你们肉眼所见这么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选择 但是实际上背后已经精心策划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和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阴谋背后的第六季的第九集 你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Adam 和我的一路的好拍档阿九 大家好,我这集心情很沉重 你心情沉重还是沉重 说一说我们星期日的Mail Link的签名会 你想怎样的说法呢? 说一下你的心情先 说一下心情,觉得很开心 我以为你说很沉重 当日当然不会沉重 虽然事件已经发生了 事件当然当然发生了 在这里我也值着今次的机会 想多谢星期日来过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 很开心,我们可以拍照,聊聊聊天 大家交流一下,分享一下 再一次,再多谢你们特意过来的听众 因为以我所知,有些听众 星期日签名会 但是有些听众,星期四或星期五 已经买了Mail Link的本书 特意星期日又再过来一次 就想找Mail Link签名和拍照 所以这里特别多谢这帮听众 按支持星祭房下,按支持Mail Link 亦都按支持星会网 所以很开心 有些网友就会又跟我拍照 又跟其他的主持人拍照 当然当然跟Mail Link拍照 他是主角来的 还有多谢他们买Mail Link本书 绝对 多谢你们真的买Mail Link本书 还有看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还有有一些回想在这里 当然了 我都要看一下才行 你还没看呢 刚刚拿了书 其实我很心急 我都看完了 是吗 OK OK 你几乎 哇,很好看 你这么浮夸,怎么没人相信呢 我的风格 真的很好看 好看得不得了 真的不可以不看 你可能会有嚇售 留给我 等我看完再跟大家说一下 记住 写个阅读报告给我 我会交给Mail Link 给我看完 OK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今集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上星期发生了一宗 颇为的严重 其实不是颇为的 非常之严重的事件 又是 也是那句 马航 是不是啊,狗 为什么这么巧呢 什么时候都是马航 有些人就说 喂,会不会两架机都是同一架机来的 不会吧 这么巧都这么巧 这个会不会夸张了呢 不过真是网上有人这么说 我认为很多人都是这么说 话说7月17日 即是上星期几天 你考我呀 糟了 突然间 上星期四 上星期四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 即是香港时间晚上 我想应该9点到10点的时间 收到消息 在乌克兰的边境那里 就有一架MH 即是马航 马来西亚航公司的一架 777-200ER机型的一架客机 就载着283名的乘客 15名的机组人员 就在当地就聚毁了 当然啦 主流传媒就蜂蜂去报导 又说 开始就一定说 地队空飞弹 那时候是说 不是说乌克兰 是说反对军 就是亲俄那边的反对军 是不是啊狗 是啊 还有是 美国立刻揭出来的了 就是说 是啊是啊 真的是那些地队空导弹 射它下来的 还要说实际是俄罗斯有关的 是俄罗斯支持那些反政府军做的 武装组织做的 大家试想一下吧 早四个月的时候 MX370发生了事故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这么高调去说话呢 是啊 这次就立刻揭开头 对了 很奇怪的一件事 大家清楚 MX370这件事 虽然现在暂时来说 都未知到 究竟飞机去了哪里 现在都未知之数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MX17发生了 突然之间 美国就跌过头出来了 而且是很高调的 尤其是奥巴马也有说话的 他没有说哪个国家 他肯定是地对空的飞弹 去击落了这一架民航飞机 是啊 他们说他们的雷达看到的 多厉害 人家先进科技 但是不知道MX370在这边 还是知道MX17 一定是被人炸下来的 是的 我觉得一样东西 不是找回旧东西来说 你这么高科技 直接知道 说明了 我是看到 直接看到是哪个位 哪个时间 消失在我们的雷达 那为什么MX370 你是自己看不到 莫非你在那边没有雷达 还要立即指明导致 是他们的了 是乌克兰那些武装组织做的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听到阴谋背后的听众 会很聪明的 为什么呢 一些分析 一个比较 大家清楚 我们不是想说MX370这件事 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比较 大家先比较 你的科技这么厉害 为什么你查不到那架飞机去哪里 对不对 所以那些人说身有事 上一次肯定是他做的 上一次肯定是他做的 是他做的 这次有机会不是他做的 所以立刻握个头出来说话 没错 握个头出来说话 也没问题 还有一样东西 你记不记得 我忘记跟听众说 现在我们的录音 已经过了凌晨了 现在是7月22号凌晨2点 现在我们才开始录音 记不记得 刚才我们在电视上 奥巴马做了一个 speech 出来 就是说 乌克兰 乌克兰的人 有想民主还是不民主的 让他们选择 为什么这个时间才去做这个 speech 出来呢 你要知道 其实现在 个个的 focus 个个的眼睛 都是在这个撞击事件 为什么你不说撞击事件 只是说这件事 记住大家听众 早几个月的时候 美国说的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来的 反政府部队 其实基本上 任何的技术 任何的军事的设施 全部training 全部都是俄罗斯帮他 大家都清楚了 是吗 是 但是今次这个导弹 地对空的导弹 虽然是俄製 但是不是俄罗斯给他 是吗 这个故事 就真的是曲折离奇 我觉得 是不是阴谋之中的阴谋 你觉得其实 是呀 我真的 现在都还在想着 是否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原来 话说六月底的时候 就有一支 乌克兰的政府军 就向反对派 投诚 有一年 就是有三号举导弹 整年 就说 投诚 就归信了 这个武装分子 那里 变成原本 我刚才 之前也有说过 其实 这些武装分子 只不过是一些 民间组织 我们经常都说 你想想 你民间的人 又怎么会有 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 绝对 哪里飞得这么高 所以禁飞区 才定在32000 打下的那些 没错 所以为什么 那辆飞机 就算 现在的航程 原本 就说飞35000 飞一下 不知为什么 飞到入乌克兰 不知为什么 又这么巧 这么大四 飞了下去 33000 都不知道 是不是不幸 还是我们 经常都说 这么巧 就这样 在33000 就被人 射了下来 大家都要想想 一样 为什么 那个机师 都飞了 这么多条线 也飞了 这条线 也很多次 每一次 都不偏离航道 为什么 唯独是今次 它不是 就是偏离航道 这么简单 它除了 偏离航道 以外 就说 它也是 35000 跌了2000尺 跌了33000 是的 但是 这个低飞 其实是 乌克兰的航空局 叫它 飞低了 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 乌克兰的航空局 即是 控制塔 要它飞低 第一 我想 这个机师 如果没有经验 一定会问 为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因为你每次 飞都是这样的 所谓的 高度的话 如果你飞低 2000尺 即是33000 记住 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战争的 当有战争的话 当然 有些人说 33000 也是安全 不是不安全 但都是一个 阻力线 是吧 是的 还要再调诡一点 其实 之前几个月 是4月左右 其实是发过 一些通告出来的 航空局 是叫航空公司 这是一个战争的区域 是 很危险的 尽量避开这个空域 当然 就因为 低的 危险而已 高的 都没有打到这么高的 有些航空公司 就说 可能 是不是 省钱 省油 因为 你要避免 好像兜路 飞远了 时间多了 油又用多了 用这条 走捷径的 是不是应该会快点 又省钱一点 我想是 所以 为什么 虽然有战事 但是 既然 他没有说 35000 是危险 只是说 32000 下面危险 照飞海 是吧 相信 当时 没有人会想到 什么这样飞 都会中招 你意思是说 其实机师 也没有一个 警察 或者没有一个意识 就是 飞下2000尺的话 原来 这么大 你意思是 没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是他被人射下来 就有了 他飞下了 当然没有阴谋 他总是控制塔 叫他飞下 不是他自己 说的 没错 这个就是 这个点 狗说得很正确 被人炸了 当然一定有阴谋 但是这个点是 究竟哪一个 叫他做这件事 当然 刚才阿九都说 他叫控制塔 究竟会不会是 美国 或者是俄罗斯 甚至乎某一些的人 去叫他做的呢 这个没人知道的 现在就是说控制塔 可能是控制塔 还有这件事 上次MX370 那时候说过 有Hacking System 这件事 是的 究竟 是不是真的Hack了呢 被人家 现在所以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紧张 黑盒的问题 究竟 有一些疑团 可以解释的 就是黑盒的问题 是的 因为首先要看回 他为什么会偏离了 寒道 刚才我说控制塔 叫他飞低一点 但他现在是飞歪了 没错 直接飞歪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飞歪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轻轻一点 不要紧张 但要记住这件事 当我经验的机师 你知道有一个地域 刚才阿九也说过 他出了 notice 那里有一个战役的话 我想每一个飞机师 都不会这么大胆 去偏离航道 第一 第二 就是不会这么大胆 去跌2000尺 你不是说两尺 不是说200尺 你说2000尺 其实跌2000尺 都是33,000尺 33,000尺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没问题 我当现在 我们慢慢去分析 我怕有些人混合了 如果是33,000尺 33,000尺是安全的系数 但是跌多一点的话 其实他们是有机会打到你的 对不对 又容易了 对了 又容易了 所谓的确度又高了 究竟飞机被人 被飞弹击落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33,000尺 是没错 现在公布出来是33,000尺 32,900尺 他公布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唯有相信主流传媒 我们是不应该相信主流传媒的 所以真的很苦努 所以才知道 为何我们今天要想这么久 我们想很久 因为各位听众 我真的觉得 第一节我们要想很久 我们要想设计如何进入 因为实际太多 我经常说 因为背后 就是比较多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们的责任 是要消化一些 有些东西是流传媒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可以用一些流传媒给你们听 所以我们一定要测试 哪些是流传媒 哪些是不流 外面坊间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说出来的 所谓的优优独播 第一 很出名的 HIV 外资病专家 108 无端端变成了六个 突然之间 待会儿狗会慢慢跟大家说 第二就是我们的标题 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究竟是不是有一些国家 是做一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呢 第三 究竟是不是有人想射杀普京呢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诈射杀普京和MH-17 这个航班有什么关系 待会儿慢慢说 第四就是说 究竟这一架飞机 是不是真的被地道空飞弹撞击呢 你这个阴谋好阴谋啊 真是 非常之 我们有几个角度去看的 OK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究竟MH-17 这架飞机 其实是不是之前的MH-370呢 这个就比较上是 多了人去说的一样东西 但我就不是那么信的 这个 这个说法 到最后一个呢 这个我就真的不太信了 就是说 那个飞机起飞之前呢 其实那些人已经死掉了 为什么呢 反过来又要问一下了 死掉了 没错了 我用我看法来看呢 就是除了一样东西之后呢 待会儿我会说一点点 IMF的MD 就是Christine 说的一个speech 就是和七字有关的 那当然啦 我们时一讲光明会的话 一定是和神秘组织的数字有关啦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呢 其实Illuminati 这个组织 或者这个神秘的组织呢 会是去引发这个New World Order 甚至叫做New World War 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New World War 就是说 用了某一些东西去规则到New World War 这个其实呢 是挺相似的 是挺近似的 我觉得 我想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清楚了 金串五角的一个问题 我应该会和大家慢慢去分析 OK 我们现在开始入题了 现在才开始入题了 因为说真的 我们要给一个overview 给一些听众 告诉大家 有什么听先 对了 有什么听做些什么 对不对 对了 没错了 第一样东西 非然之间 主流传媒 风瓣去报道什么 108个专家 外资病专家 去澳洲开会 无端端第一日 就说108 忽然之间 传媒第三天 就说 六个而已 对了 今天竟然报六个 没有搞错 为什么呢 你觉得 为什么 我开始那时候都言之作作 那一刻我还在想 难道 跟这个外资病的阴谋论有关 你觉得是不是 我开始第一次听 108个真的不少 你的机器都只有200多人 就说一半 都是外资病专家 因为说那帮专家 其实要飞去开一个 外资病的国际研讨会 所以才 大家坐在那部机器上 听起来好像make sense 是make sense的 一大班人 因为要去同一个地方 坐在一架机器都ok 但按照计 没理由 应该 国际专家 不是应该 很多个国家 即是那一刻 我想 ok 他说108个 相信 主流 个个都这么说 是不是 那就相信了 好 相信了 过两天 咦 为什么出来 那个叫做 李市长 走出来说 哦 不会 没有那么多 但是逐一身 跌下只有六个 但我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 你想想 一个外资病的 这么重要的会议 为什么你的 list 不清晰呢 第二 你一些 official 去一架飞机上机 你一定会知道 究竟有几人 我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事 108你说 不好意思 是105而已 我觉得make sense 有几个人的 就是有几个人的 discrepancy 但是问题 108跌到六个 没有了整个百个 没有了整个百个 没有了整个百个人 我觉得 这个真的很阴谋 大家听众 试想一下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108六个 ok 为什么 其实很多阴谋论者 一直在疯传 就是什么 这个阴谋 很简单 很多人都这么说 就是因为 要杀了一帮 这样的爱滋病专家 所以就弄爆了一架飞机 是 因为 他现在死了谁 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就是那个 前理事长 格兰 因为他认定 爱滋病 其实是有解药的 有得医的 甚至乎有人说 其实可能 医爱滋病的方法 就是这堆不见了的人 因为你全部都是 最顶尖的专家才去开会 对吧 对不对 可能其中他们 根本是新带着他们的方法 其实已经想到 就是想到在 conference开会的时候 大家交出来讨论 未开会 先居住了 可以继续 爱滋病可以继续 还恨 我们所说的阴谋论 就成立了 继续 可以控制 还不灭绝你们人口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 世卫组织的发言人 格伦托马斯 又是在駕鸡 又是没有了 全部都是跟 爱滋病的研究很有关的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会突然间又没有了才行 现在那个理事长出来说 只是能够说 对啊 这些很出名的 对研究很有贡献的人 就真的是厉害了 另外的102个呢 没有了 没有提过 还有他最恐怖的 就是说一样东西 除了误存之外 其实就算 因为都可能 还有些是核实身犯 但是绝对没有108个 之前说的那么多 绝对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一样东西 就是 大家看回一个 list 我上次 我想我上个星期 都有post出来 被人看过 就是说298个人里面 竟然一个美国人都没有 这么正的 一个美国人都没有 不上机 譬如澳洲有27人 印尼有12人 最多是荷兰 真是惨 193人 马来西亚都不少 都43人 之后就到英国10个人 那么香港都是一个 那个是双重各籍的 其实基本上 可能只要两本passport 大家看到这件事 就是说 这帮机组人员 加上乘客的话 原来他们 记住他们 只有六个爱智病专家 会不会有一些 叫人家 不要去再说这件事 六个 有什么问题 六个 这是意外 如果108个 就真的麻烦 他们有什么 的尝试 或者他有什么 的想法 要将108 跌到六个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 有六个专家 和108个专家 现在没有人知道 还有有一种阴谋论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 108个 就是这么多 还会有 其实他们想 殺光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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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顶尖的时候 可以肯定好 影响 一個國際的愛知病的機構 還要有這麼大的 如果一群人死亡的話 就全部去代替他們 即是用他們自己的人代替他們 或者他們已經想好後路的配套 誰坐第二把交易上位 全部的人都解決了 絕對是 所以我會覺得 現在我們講到 你會覺得 情況就是烏克蘭做 反對軍做 還是真的背後 反對軍 未必是俄羅斯的 反對軍就是反對軍 俄羅斯幫他 未必是俄羅斯的 因為他便捷 後面也有俄羅斯的人做 還是背後的美國黑手 很複雜 其實是複雜的 所以我每一樣都要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大家想想一下 我們不用說正常飛機 待會再講 我們講完 外資甲 這件事 讓大家想一下 到底是108還是108 這個是很奇怪 太膽了 你明白嗎 我剛才都講過 一個名單 af菜10k 如果 copyright108 為甚麼不提示120 為甚麼不提示80 為甚麼50 通過108 那麼正確有個唐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奇怪 你记住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他们的管理是有在的 有systematic的 你on board的人 等于你在机场里 你去check in 你拿着boarding pass 他们机组人员 或者ground staff 都有个list 他们都对 都有你的名字 尤其是一帮 这么大班的所谓的考察团 这么大班的 爱知病会的人的话 为什么会没有个list 或者没有他的名字 这个我觉得 不成立 我不相信 现在的102个 不知道去了哪 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上机呢 没上到机 难道 还是其实真的 死了 未证实到身份 但是他又说 没有108那么多 真的 拗了头 我都想着 我们先设计 我们讲回 这个的乌克兰反对军 俄罗斯和美国 这个是复杂的 如果网友 没有遗忘的话 其实前几个月 你知乌克兰 即乌克兰 已经开始 有内战 对吧 有一帮人 就想 这个乌克兰 继续维持下去 有一些人 就想乌克兰 归顺于 某一些地方 归顺于俄罗斯 对不对 所以怎么有反对军出现 但是 美国就会说 乌克兰 是怎样都好 让他自己去作主 很民主的 人家 要自己作主 但是 奥巴马加了一句 俄罗斯插手的话 俄罗斯 要pay the cause 你插手 我也插手 对了 你一定要去付出 某一些东西 还有很沉重的东西 你记不记得奥巴马 说过一样东西 他就说 很hand free 让乌克兰的人 自己去选 你民主 你自己选 但是 我是不想俄罗斯 去插手 乌克兰的东西 所以现在他们 基本上 他们的 美国的传媒 是一窩风 基本上 全世界的传媒 也是的 看回香港 那些都是这样说的 都是说 乌克兰的 反政府官做的 武装组织 做的 还要是亲俄 很强调亲俄 这两个字 为什么经常都要提起亲俄 没错 因为其实 俄罗斯是对 乌克兰 虎视眈眈得很紧要的 因为其实很想 他归顺于 俄罗斯的版图 立入俄罗斯的版图 当然了 美国老师 当然不肯定 他就说说民主 所以 这一宗事实 刚好 又在乌克兰的边境 发生了 飞机 被地对空飞弹 炸毁了 究竟 是俄罗斯的军队做 反政府军 即是乌克兰的反政府军 还是真是乌克兰的政府军 还是美国插手做的呢 还是美国插手 去利用某些东西去做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说黑水那集 即上星期那集 上星期那集 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是说乌克兰 其实在战争里面 有平民 看到有黑水集团的人 在那里 射杀平民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 不可能有这件事发生 其实大家都有派到一些探子 但不要进去 一定有 这个绝对一定有 但是有些人 有些网民就会说 来来去去都解释不到我的疑团 那个疑团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炸毁这架飞机 这个疑团 你记得一样东西 我肚饿就吃东西 我口渴就喝水 很多 我们有时候说 推翻再前很多 大前提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也好 哪个国家都好 我们现在还未分析 哪个国家都好 为什么要炸毁这架飞机 对它们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就说 除了有外资病专家 有些人就说 有高科技的东西在上面 或者甚至乎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上面 这个当然 我和你就是一个猜测 又说有马来西亚急件 没错 对 很多东西 那是不是呢 不知道 但是牵涉到一件事 就是普京这件事 就是因为 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 都合理 话说 当同一个时间 其实 普京的转机 其实是 on the way 回到俄罗斯 有些人 某些国家 现在未知 就是用了 地对空的飞弹 就是想 炸毁普京的转机 但是 就不中附居 就炸了MX-17 你觉得吗 那么斗胆 我觉得 谁这么大胆 暗杀普京 现在正在说 但是俄罗斯官员 就说 不是 普京总统 就当时 没有在飞机上 没有搭过任何飞机 究竟是不是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的陰谋论专家 都有说过 俄罗斯的一个新闻公司 即新闻公司 即新闻公司 就是说 普京总统 就是当时 跟MX-17 同一条航道 正在一样 以及 它说 飞机的尺寸 飞机的颜色 跟马来西亚 现在撞毁了的飞机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认错了 真的 有机会 他们现在这样说 有机会认错了 你觉得是否 但是我又看过资料 认错是认错了 但是又未必认错了 普京那架 就是认错了运输机 是吧 过来听 因为 反政府军 很开心 拿了一些山无举 被对空的导弹 山无举 你说清楚 山无举 山无举 地对空 的导弹 OK 回来 很开心 接着想着 看到有架 乌克兰政府军的运输机 就射它下来 真的射了它下来 很高兴 高兴到怎样 我都不明白 原来这个社交网络 这么厉害 是 很高兴到 竟然擠上社交网站 打算跟粉丝分享一下 可能有很多粉丝 好像你这样 高兴 擠上去 接着 则下来 当然要看看 则下来 派人去看的时候 就觉得 糟了 糟了 因为不是军机 为什么那些人 是这样的 是平民 衣着 一眼就看到了 跌到一些东西 这么多日用品的衣服 有公仔 有个啤啤红 糟了 又老又乱 接着 找来找去 为什么没有武器 出事 糟了 原来自己出事 射了一架文航机 接着就糟了 立刻刃不出 把这些社交网络的东西 整个内容就剷起了 就看不回了 所以 有些人就说 所以为什么美国 应该这么说 这么一口咬定 是你们这些反政府军做的 是的 你看看 你自己出现了 恐怖 是真的恐怖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会觉得 就算是诈错 誤中富居 好像我刚才说 普京的專機 或者你所说的 乌克兰的运输机 乌克兰的运输军机 想炸的 原来炸不到 就炸到马航里 其实 这个真的很阴谋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次了 马航里 第二次了 马航里 这四个月里 是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意外的刹那 那个位置 那个时间 不是只有几架机 是有很多架飞机 在那里飞 是的 新加坡航空 引渡航空 那些 都在前前后下附近 没错 那为什么是MH-E一架呢 为什么是MH-17呢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嗯 不好在咯 是的 不好在咯 鬼叫你咯 究竟是不是真的不好在咯 我们第一次时间 就差不多 我第二节回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 不是不好在 是 有预谋的 那 我时也这么说 光明会 是什么 新生的秩序 是不是 那其实呢 前一陣子的 《生果日报》 有个记者也报道过 是不是 光明会的东西 就是用这一件事 去讲光明会 但是 也想和那位记者说 其实共济会 和光明会是不同的 两个东西来的 那个报道 一日有网友也发布给我看 我想那个记者 应该是第一次听《陰謀背后》 所以他混合了一些东西 不要紧 不要紧 可以补习的 可以听回我们以前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发觉 很多主流传媒的朋友 都听《陰謀背后》 真是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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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位记者朋友说 光明会和共济会是两个东西来的 为什么呢 那个报道就是写 共济会 他们会决户又清光明会 Illuminati 我觉得 唉 算了 他们不明白 不要紧 一般人都很难分 说真的 听到《陰謀背后》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 这个报道就是 一个真是很阴谋的阴谋 就是他说 光明会去做一个新世界秩序 他懂得说新世界秩序 哈哈哈哈 好美啊 如智可教 他懂得说新世界秩序 是的 这样子之后 就要做新世界秩序 当然 《陰謀背后》 《陰謀背后》 《神秘组织》 《光明会》 当然跟红号有关 我想和大家第二节分享 就是七字 很多人有些人说 用七字就是 好 我们发布出来 不是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可以告诉大家 IMF有一次所谓的 Conference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一个叫做 National Press Club 在华盛顿 IMF的MD Christine 说了一番话 我待会想和大家 慢慢去分享 这一个光明会的 神秘的七字 为什么在IMF Managing Director的口中 会说七字的话 是不是有玄机呢 和这一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走开 待会我和阿九回来 再跟大家去报告 究竟 马航 MX17 这一件事 和神秘组织 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乎 我在Facebook之前都说过 和金砖五角 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好 大家不要再开 转过头 和大家再分享 这两个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世界 现在 让我们和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我要再开心 要整个 然后再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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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回到陰謀背後的第二節 先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開始 香港人不是叫隔夜聲嗎? 全滑了 全滑了 並不是唱卡拉OK就全滑了 只不過現在已經晨三點多了 不好意思各位聽眾 因為多多包涵 因為我們的資料要看得很充足 然後可以慢慢跟大家說 剛才阿狗第一節說回 飛行的偏離行道 以及高度 待會阿狗再慢慢說 我想說這件事 剛才我第一節尾的時候說 說得光明會的陰謀的話 那當然是 一定要說一些數字的東西給大家聽 因為光明會玩什麼? 玩數字的 什麼數字 令到別人覺得這麼神奇 為什麼他們玩數字 玩得這麼瘋的呢? 我想大家 這件事發生之後 很多網民或者網友 都有發文在我們Facebook上 就是關於7字 為什麼會這麼多7字呢? 只不過你在Facebook或者外面的 一些網站看到 比如MX17 也有7字 它的型號就是777 有很多是7字 還有它飛了17年 英文叫One Seven Years 都是一個7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今個月就是7月 17日2014年 17日是7 Euliah也是7 2014年的話 2加0加1加4 都是一個7字 還有一件事 298個人 那為什麼會去到295呢? 可能有些聽眾 未必附和這件事 因為有3個BB 減3個BB 就變成295 295 有一個叫做 Compressed Numbering 什麼叫做Compressed Numbering 所以我慢慢跟大家分析 Compressed Numbering 295 就是用2加9加5 就等於16 16的話 用1加6 就是16 16 1加6就等於7 都是一個7字 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7字呢? 我想如果聽到陰謀背後的聽眾 都知道 7其實是一個Illuminati 一個magic number 是不是阿九? 一個星期都有7天 對 代表圓滿 對 代表圓滿 沒錯 這是真的事實 但是 沒有人發現到 什麼呢? 就是 原來在2014年1月15日 這個IMF 就是國際的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 MD 就是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就在National Press Club 做了一個talk 他簡直 是很開放地跟大家說 就是 7這個字 是一個很奇妙的數目 來的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 它又不是什麼神秘組織 為什麼它一直提出 7字呢? 什麼叫做Compressed Numbering? 剛才我不是說過 2014 2加0加1加4 2加0加1加4 這是一個單數 1至9叫做單數的數目 沒有兩個位 一個Single Digit 如果有兩個位 例如說 我得到答案是15 都要1加5 這也叫做Compressed Numbering 例如1至9 加 1加2加3加4加5 加到9 加到45 45都要加 因為4和5 雙位數字 要用4加5 就等於9 即是它的計法 或者它的做法 都是這樣 聽開陰謀背後 的人都知道 我們這樣加法 即是光明會 或者是神秘組織的加法 好了 其實它一直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 即是在說話中 一直在說話中 一直在說話中 譬如一些70周年的紀念 或者25周年的紀念 它還要是在說話中 譬如說2014年那天 它就叫人家去下降 0 214 2加1加4 也等於7 還有一樣 到最後這個話中 它就提到 G7的高峰2 以及G20的高峰會議 很多的陰謀論者覺得 為什麼它這個場合 會說G20這件事呢 因為G20 跟它的語言 是完全不相似的 完全不相似的 但是G 在alphabetical來說 是排什麼的 排第七 對 是排第七 那推算一下的話 原來它發覺到 待會兒9 都會去放 這段片 或者我都會放這段片 所以在我們的forum 你都可以看看 或者可以聽聽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它說了這番說話 G7 G20的話 就令到 有些人計算出來 就是什麼呢 有些事情發生 G20 它就說不相似的 現在陰謀論者 會覺得20 是日子 7 是月份 都在說2014年 它在提升 2014年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年份 那麼 2014年的7月 20日 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現在正在推斷 這件事 待會兒會慢慢跟大家說 金磚 不覺得這件事 為什麼 跟這個IMF 的 一個 MD 會做這件事 或者說這件事 是大家是related 或者是不謀而合的呢 其實呢 剛才我說過 G20是他們覺得 是20號 7月2014年 你試試加一下 阿九 20 2加0 加7 7月 加2 加0 加1 加4 等於什麼 深算計不到這麼快 是嗎 你試試 不如說 就等於16 原來是這樣 16的 我們做compared numbering 1加6 又是等於7 這個我計算到 這個你計算到 你真是很厲害 這件事 我不是說想玩取巧 但只不過想告訴大家聽眾 其實光明會 甚至是神秘組織 它是藉著某些 speech 或者藉著某些 occasion 去發出一些 message 給一些 elite 它是想發出一些 message 給一些精英 叫一些精英去做事 所以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我以前都說 2014年7月20日 當然現在已經過了 幾天前 但是 這件事 如果在IMF 那個MD 最高的女人 去說這件事出來的話 究竟其實 IMF 這個組織 是不是在那天 有些事情在做呢 或者是一些 currency 的事情 這個大家要想一想 好了 我們回覆一下 大家想一下 記不記得 金磚五角開會的時候 中國 金磚五角大家也知道 中國 俄羅斯 南非 巴西 和印度 金磚五角 金磚五角 其實他們開會 他們五個國家 開完之後 很高調地做一個什麼動作 知不知道 宣佈他們有些事情做出來 對 宣佈什麼事才可以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否成立了一個 central bank 嗯 非常之對 成立了一個 central bank之餘的話 他第一屆 所謂的主席 因為他輪流做的他們 第一屆 就是俄羅斯 哦 這個還不是問題 最大的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說 他們想是 摒棄了美元 哦 這樣不行了 全球 現在這五個金磚角的話 如果將來做trade 甚至乎當忽然之間有一天 他的trade market 或者stock market 不在華爾街的話 你猜美國會怎樣 控制不了他們 不行的 對不對 你要看這件事 各位聽眾 你也要想一下 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了的話 他會不會制止呢 一定要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有理由去推論 究竟現在這一件的狀位事件 可能有些聽眾說 喂 關狀位事件的 有什麼關係 其實有非常莫大的關係 因為如果 有些東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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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 剛才我說過普京 如果真的坐在私人飛機上 的航線和現在的MX-17 是一樣的話 有什麼事發生 如果真的好像說 普京 召喚了 群龍無首 這樣變成 你剛剛才做了一個 Central Bank 這個第一 第二 還有一件事 就算我打不到你普京的話 我現在在誣衊俄羅斯 沒有誣衊 我覺得這個才重要 沒錯 很簡單 譬如現在你在做一件事 後面你的後欄著火 你當然先救了你的後欄著火 對不對 換句話 其實他是不想現在這五個 所謂的金磚大閣 去做一些所謂的秉起美元的動作 所以其實是很大理由相信 這件事背後是美國做的 為什麼我剛才第一次說 是陰謀之中的陰謀呢 美國這次是不會出面 記住各位聽眾 是不會出面 那我們的問題 就會再想 究竟美國是指使烏克蘭做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烏克蘭的反對軍 即是親俄派那班 美國就一定爭到媽媽都不認得 對不對 是 但你要記住 剛才我講過 黑水這件事 所以有些聽眾很聰明 他飛完之間就說 Adama 你上一集說黑水 你上一集說黑水 亦都在說烏克蘭 即是烏克蘭 會不會有關係呢 因為我也覺得 那個飛機為什麼會飛歪了 都很匪而所思 沒錯 所以基本上 我想你要慢慢 因為我們比較上是 今天是混亂的 即是今天很開心 即是我們有一個聽眾 我也要多謝我的聽眾 很有心地 因為我們真的錄到好東西 所以真的很開心 當然我不會開他的名字 他說Adama 你真的不要開我的名字 老實實 不會 我不會開他的名字 但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真的都不好意思 再說一次 我的聲音開始很沙 我真的很恩惠 帶了很多蜜糖 還有在外地 不要說哪裡 免得被人知道 在外地 帶了一些檸檬 真的非常和心 所以說回這一圖 先說了這一圖 說了偏離寒道 說了偏離寒道 沒錯 沒錯 因為我的聲音沙 我記得了 因為現在差不多四點了 不是差不多 已經是四點了 比較上是 轉數沒有那麼快 你就不要偏離寒道 我就不要偏離寒道 說回正經事 沒錯 偏離寒道這件事 為什麼要偏離寒道 剛才我說過 因為我知道這個機師 這個機師其實不是第一次飛這個飛行 是很多次 其實每一次 紀錄告訴我們 他是沒有偏離寒道的紀錄 早幾天還在飛 偏偏一點 他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又會在波蘭那裡 就開始 歪了一點 大家要記住 各位聽眾 如果你的飛機在上空 你下面是海 你偏離寒道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是說 偏離寒道 就是說 烏克蘭邊境的偏離寒道 就是烏克蘭的上空偏離寒道 所以大家知道烏克蘭現在在打仗 偏離航道是可大可小 除了偏離航道之後 還有高度由3萬5千呎跌到3萬3千呎 3萬以下變成安全 那你覺得怎樣看 我知道你有資料了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這個都是陰謀中的陰謀 首先為什麼它要偏離了一點 它真的不多不少 原來它原本的航道 其實飛越雖然是戰區 但是屬於政府軍控制的範圍 現在偏了一點就糟了 飛了上去反政府軍武裝分子頭頂 沒錯 危險了 剛才上一節我們不是說 他剛剛錄完尾的時候 才很開心 有一年的山無矩導彈 那個地對空導彈的那一年 就歸順了 即是頭城不是歸順 即是突然間有這麼好的東西 射錯了或認錯了 但是原本沒有事沒有干 你不是飛起我頭上 誰會認錯你嗎 現在飛了過來 又飛低了 然後那些人就開始猜拆了 你猜猜 咦?剛剛好 不多不少 飛歪側側 又少少 由波蘭開始飛少少 歪少少 就飛到反政府軍的頂 又低了少少 剛剛好 就是他那支山無矩導彈的射程範圍 我想問一下 這件事 暫著你的病 那麼山無矩導彈的射程 是最高到哪裏 都過了33,000 都上到去的 其實是很高的 我跟聽眾會問 如果你是過33,000 有三個說 由35,000跌到33,000 35,000 你都可以射到他下來 但是開頭的時候 都說 其實這些是民間組織 這個反對軍 反政府部隊 那些武器很差 一般人都是這樣覺得 因為他們開頭的時候都說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的武器 最多三千尺 三千尺 現在是三萬三千尺 差十幾倍 也有些軍事專家說 要用那支三無矩導彈 其實真的要很多東西配合 例如呢 至少要有十個人的配合 才可以瞄準到 還有要有很準確的雷達 才可以跟蹤到 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換句話 在人才或者在知識方面 那班所謂的 我不可能叫山寨部隊 那班的反政府官 真的沒有這樣的技術 或者沒有這樣的知識 去運行這個系統 沒錯 你想想一般民間組織 普通平民 你怎會懂得用這些 這麼精密的儀器 當然美國那邊的傳媒 就說不是 你們這班人 有俄羅斯撐腰 你那支導彈 都是俄羅斯製的 但是我又覺得 你想多一想 其實那些導彈 在烏克蘭的政府軍那裡過去 基本上是政府軍也有 反政府軍也有 你怎知道那支 一定是反政府軍射的 當然美國就說 不是 我們看到是 在那裡射出來 就不是他們 因為射出來的地區 就是他們反政府軍控制的區域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剛才我第一節也有少少說過 MX370這件事 美國完全不出聲 沒有說什麼雷達 我看到的 但是現在這一單 MX17 直接是非常之 很快的反應 跳出來再說 我的雷達 看到是馬上 那個位置 那架飛機 明明是你 反政府軍控制的區域 上面 在那裡 那個位置射出來 還不是你們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你們自己自行判斷 各位聽眾 究竟是意外地擊毀了這架飛機 還是 還是合謀呢 合謀呢 我覺得 是否美國加烏克蘭 故意整個圈套 真的想得比較差 我跟阿九的看法 我先表明態度 因為現在第二節 我覺得也是一樣的 美國在背後操縱烏克蘭 而烏克蘭那邊 就合謀 屈他們的反政府軍 那屈反政府軍的話 其實一個骨牌效應 就等於屈俄羅斯 只不過我是不會 明刀明槍 因為這樣很低手 對嗎 尤其是 如果他不會奧巴馬出來 會說 是呀 我知道你是俄羅斯做的 為什麼我會說 在我Facebook上 會trigger 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因為其實是好看現在 整個局勢 好看俄羅斯 那個取決 是呀 很害怕 如果俄羅斯沉不住氣的話 他會覺得 不是我做你屈我的話 他不會打美國 但是他一定會攻陷烏克蘭 是呀 沒錯 一定是 但是他伸了一隻手 買到烏克蘭 你猜美國就會坐以待斃嗎 所以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回答我了 是啊 他們已經開口了 是啊 是啊 因為現在呢 我們錄音這一刻 普京就沒有出過聲 他只是一個 comment 就是說 未清楚的話 其他的國家不要做任何的猜測 或者是判斷著 但是美國已經是射箭了 是嗎 全世界的輿論都說 肯定是俄羅斯 你在幕後操控 沒錯 又給這些武器 又給這些訓練 背後的support 他們才會亂射 才會射民航機 沒錯 我想問一件事 這件事 我想都要被我們的聽眾awake 為什麼呢 阿狗有些資料 他的對話 試問回 我想大家 在主流傳媒看過 某一些的 古克蘭軍人的對話 很簡單 大家清楚 如果是軍用的話 為什麼傳媒 這麼容易接聽到 或者有人 不要說是傳媒 有人為什麼這麼容易接聽到 等於你CIA AFBI 你要去做一些 所謂的通訊 我想這些頻道 都不會開啟了 你又encrypt 或者其他東西 是啊 他們又說到 名字難讀一點 我不讀 是個對話 我簡稱 叫IB 就說 我們剛剛擊落了一架飛機 他就在葉立基爺 動上空 跌下來 這麼巧合 葉立基爺 什麼 葉立基爺 動上空 跌下來 有沒有英文 沒有 我這個中文版 不好意思 我照讀 好 OK 另外一個叫VG 就說 機組人員 機組人員在哪裡 IB就說 我們已經開始對飛機 做搜索 和拍攝 現在沒有煙 VG就說 多久之前 IB就說 大約30分鐘之前 在檢查事故現場之後 那班所謂的恐怖分子 即是那班反政府軍 得出結論 原來他們射了一架客機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又有一個對話 就是 剛才那段對話 40分鐘之後 又再展開 有一個叫Major的人 就說 這班主要像是 這個 哥薩克人 即是一些 東斯拉夫 血統的烏克蘭人 接著 Grid 就說 是Major Major又說 在飛機上面 飛機在天空上面 已經解體了 還有一個 礦山的名字 太狡猾 我不懂得懂 太狡猾 又長 又什麼 不懂 說回中文 沒錯 就說在一個礦山區附近 第一個200 就找到了 原來他們用200 代表暗號 代表死人 他們找到死者 他說這個200 是一個乘客 Grid就說 他叫Greek G-R-E-E-K G-R-E-K G-R-E-K 不是Greek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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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了什麼 Major 他就說 簡單來說 8%是乘客 乘客 乘客 就像是平民 Greek Greek 他們飛機的殘骸掉下來的範圍 多猛嗎? 馬 多猛 那些距離的單位 多猛 那個1 我聽到有Greek又多猛 各位聽眾 可能我們兩個現在是4時多 凌晨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聽錯還是他說錯 我聽到Greek又聽到挺猛 真是挺猛 OK Greek就說 那飛機怎樣 Major就說 還未確定 因為還未見到飛機的主要部分 現在我走過去 調查一下第一個屍體掉下來的地方 這裡還有一些飛機內部支架的殘骸 有座椅和屍體 Greek就問 那有沒有武器的痕跡 Major說 絕對沒有 這些都是平民 有醫療用品 毛巾 衛生紙 Greek又問 那有沒有文件 Major就說 有 一個印度尼西亞大學的學生 叫Thomson 是那個學生 錄音的對話 截取來到這裡 當然 之後 那些反政府軍 就說 我們怎麼會這麼蠢 用這麼公開的頻道 讓你們這麼容易截到 他們就否認 這些對話是捏造的 你們誣衊我 根本不是我們射下來的 還反指 其實那輛民航機 是烏克蘭政府軍射下來的 其實當時 原來烏克蘭政府軍 剛剛那一段新聞我才看到 但其實之前已經有說 尤其是反政府軍那邊 就說 不是 當時其實烏克蘭政府軍 是有軍機 在那架飛機附近的 是他們射下來的 我又看了一些報道 那些軍事評論員 就有猜 現在就經常都說 是地對空導彈 他說當然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這架航機被擊落的原因 就是空對空的導彈 就是說 是喔 除了你從地射上去 可以炸掉它之外 其實真的如果有飛機在旁邊射它 一樣射到它 絕對沒錯 而且原來當時 是有兩架 但是主流傳媒 即是再早之前 即是剛剛今天才說 有人說原來有飛機 那時候開始是沒有說的 因為一直罵俄羅斯的時候 絕對沒有提過 原來烏克蘭是有軍機 最恐怖還有一件事 原來又到俄羅斯那邊 那些軍官就說 其實在那架民航機 被炸下來之前的15分鐘 烏克蘭軍方的防空雷達 15分鐘前才開了 有成五個你開了 這樣 這樣 那是不是有些東西 OK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 就不說不知 是誰都這麼說的 不說不知 剛才我不是說過呢 美國呢 特地 這件事之後 就立即飛出來說 就是說 這件事肯定是 烏克蘭的反對軍做的了 一定 他沒有說過任何烏克蘭政府的事情 衰到怎樣 衰到真的不得了 FBI和CIA 立即拿一些數據出來 什麼數據呢 聽著 他在2004年的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的報告裡面 他就說 這個肯定是 一個有企圖的 鴻雜 不是意外 他拿了什麼出來的數據 這數據很好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數據 他說 你如果是有 17,600次的心臟病的話 你才有一次的鴻雜 你知不知道機率多少 你有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次 患癌症的機會的話 你才有一次的鴻雜 低一點 不要說一萬幾次 譬如 你知道美國 警察的事情打人 你看到 YouTube 其他的視頻 美國警察的事情都打人 你是被警察打八次之後 你才有機會 才有受到一次的鴻雜 即是他們這群人 想 distract 你 你明白嗎 他會覺得 這一次不是一次的意外 但是這一次是有意圖的鴻雜 即是換句話 就是告訴大家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的傳媒 一窩蜂去報導 是烏克蘭反對軍的了 因為美國帶頭說 因為美國覺得 因為他的國防部長都出來說 在我們的雷達顯示 正確的時間 正確的位置 是不見了 MX-17這架飛機 也都是有證據顯示 是地對空的飛彈 炸毀這架民航機的 但是很奇怪 一件事 讓大家去想一下 是 現在是炸毀了 大家都要想一下 究竟這架民航機 是不是MX-17呢 這是第一 第二 當你三萬多尺 遇到一枝 地對空的飛彈 你炸毀了之後 那些碎片 這個不是我講的 有些陰謀論專家 或者飛行專家 軍事專家也有講過 有一些碎片 是很大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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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機翼也好 機身也好 機尾也好 有些很大塊的殘骸 跌了到所謂的地方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說一本 Passport 大家清楚 在YouTube都看到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本 Passport 都是完整無缺 不是說脫皮脫骨 一半燒焦了 或者是融化了 那樣東西 你怎麼看 我是這麼看 可能收起來收得好 收起來收不著 是的 我們的嘉賓 沒有嘉賓 我們的聽眾 就是慰勞我們的聽眾 都會說 是的 如果你的 Passport 放進袋裡 應該未必會燒焦 但是各位聽眾 你要知道 當你在三萬多尺高空 這麼稀薄的空氣 加上這麼大的爆炸 其實很多東西 都會變成灰準 當然我不是全部 記住 我不一定說全部 我們真的有懷疑 為什麼那些 Passport 這麼完整無缺 不是一本 是很多本 Passport 都是完整無缺 都是完整無缺 這個我是 我不一定說死 記住 我不是一定說死 Adam 你是什麼意思 不是三萬多尺高空爆 都可以這樣說 第二 他是否真的被地對空飛彈 或者剛才阿九說 空對空飛彈 去引爆 或者去炸毀這架飛機 是的 現在大家互相指控 政府軍和反對軍 現在不是 是你射的 一個就說 反對軍就說 你派飛機出來 射他 政府軍就說 不是 明明是你地對空飛彈射他的 就是口同鼻咬 真的要拿到一個黑盒 看看可不可以解開這個謎團 奈何現在呢 那些屍體和黑盒都在反對軍那裡 那你會不會覺得 有沒有什麼景觀呢 我覺得 怎樣都好 這一節就差不多時間了 因為我小弟都要喝一喝水 去讓汹汹把喉 因為聲音越來越差 第三節回來說什麼呢 當然我們的氣慾 就是怎樣突破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大家如果如無意外 記得的話 我早前在某一些雜數講過 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會在俄羅斯 或者在以色列爆發 還有一些聽眾 都很聰明 觸覺很敏銳 問我 會不會 重演以前的 美國和蘇聯 就是以前蘇聯的冷戰 我們第三節回來 再慢慢跟大家聊 好 第三節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第三節 剛才我們說過 這件事 就是 為何這次馬航的MX-17 這件事 會影響到 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想我分開三個層面 第一是軍事 第二是政治 第三是財金 其實這三件事 即是我和阿狗 看完資料之後 為什麼我會用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蝙蝠去看完資料 才慢慢去錄這一集給大家聽呢 就是因為越看越恐怖 對阿狗 對阿狗 說到好像 其實第三次世界大戰 正在打的了 對阿狗 所以我早就這樣說 就是 為什麼會 我猜測 就是早一兩季 都說過 可能有機會在 以色列 或者俄羅斯 現在你知道 其實 很多時候 現在俄羅斯和中國的買賣 我們先說回財金 好嗎 他們現在說的是 任何的資源也好 或者他各與各之間 即是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家的買賣的話 中國就用人民幣的 俄羅斯就用回他們的貨幣 所以來說 他們這兩個國家 已經是不用這個美元 做這個貿易的了 那代表什麼 不再受美國控制 這個絕對的了 因為很多時候 你知道 現在這二三十年裏面 金融市場也好 股票市場也好 全部都是華爾街 全部的買賣 甚至乎 中東的石油 都是在用美元做單位 是不是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中東也沒有辦法 被美國牽著走 但是為什麼會有金磚五角 這些東西出現呢 就是講的 印度 南非 俄羅斯 巴西和我們中國大陸 成為一個Five Break country 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 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未必需要 歐洲的國家 和美國的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 其實你想想 來來去去 有哪一個國家 是和美國 真是很友善呢 除了印度 都可以的 但是反過來 我又想說 前一陣子 大家有看新聞 都看到 現在他們已經成立了 剛才阿九也有說過 一個中央的銀行 第一屆還是俄羅斯做 他們所謂的主席 其實在美國來說 在財金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威脅 因為你知道 很簡單 巴西當然 世界盃完了之後 有些人就說 你先搞一個民生 但是巴西其實 國民的生活 是差的 但是它的政府 其實不是沒有錢的 它的政府是有錢的 OK 所以才搞到世界盃 和奧運 當然啦 沒有錢你怎麼搞到 因為基建也搞不到 印度人口多 其實現在來說 大家清楚 印度IT很厲害的 印度來說 他們的人口多之餘 其實很多的 現在Multi-Corp的公司 已經在那裡 是住宅了 做一個Headquarters 除了新加坡之外 OK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的話 很多的 這個金磚五角來說 中國大陸 一定不用說的 一定是強國 俄羅斯 不用說 究竟軍事是不是很厲害 大家都很清楚 你說它沒有財力 那你看一下 富商 你看那些富豪 其實很多都是 俄羅斯出來的 基本上 你自己說他們有沒有錢 OK 剛剛才說完世界盃 走出去買人家的球 怎麼有沒有錢 對 剛剛也說過 巴西 印度 甚至乎南非 南非也不是沒有錢 其實這五個國家 如果聯合起來的話 先不要說打仗 用一個財金的角度 去打財經戰的話 說真的 美國未必有這樣的決心 或者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去戰勝這五大國 所以就要想辦法在後面 搞搞真 沒錯 所以為什麼要說金磚五角這件事發生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一件事 這個矛頭就直至俄羅斯 大家我想 說到這裡的話 都知道 其實背後搞鬼的 一定是美國 對吧 如果搞到俄羅斯不行的話 說真的一句 它就肯定是得利那個 當然啦 你想想 推倒了 推倒了他們 新成立的central band 沒有人相信他們這五個國家的錢 只信了美元 這個就好玩了 沒錯 那政治方面 我想大家也知道 現在的大氣候是怎樣的 對吧 俄羅斯和美國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有第二次的冷戰出現呢 你也知道 以前的冷戰就是俄羅斯和蘇聯 現在也是一樣的 但是俄羅斯會不會 出現了一樣東西 就是普京 忍不住手 去真的做一些反擊呢 反擊是說 財金也好 軍事也好 軍事其實是最擔心的 因為如果軍事的話 它沉不住氣的話 真的牽一發動全身 換句話 其實在這個世界裡面 一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我不覺得會是 真是depopulation 可能有七十億人的話 真的跌下去五億人 也不奇怪 是呀 你一打開死 周圍都打 真的 現在就說只是 烏克蘭 但其實以色列那邊 已經在搞的 這個絕對是 如果你說以色列的話 又有人說 這件事 其實 尼加利也知道 以巴戰爭 又如火如荼 以色列也說了 全面的地面攻勢 即將會開始 很多人就說 這件事 又是主言視線 怎麼轉移視線呢 就是說 因為它不想 有些外國的傳媒 或國際傳媒 報導 以色列的戰爭 所以搞這件事 就令到這群人 全部都看上去那邊 他就出手了 沒錯 但是我覺得 可以什麼 不行 那些人一看到 就馬上看到 哇 為什麼這邊 跌下機 但是你走去打人 你真的 實在打人 就另計了 是啊 所以 怎麼說都好 剛剛我講過 政治 財金 我們想多說一點 蝙蝠 是關於軍事 你是不是有綠水說 我叫黑水 不是那個鐘 你說什麼綠水 來聽聽 綠水其實是這樣 它不是真的叫綠水 其實就說 在烏克蘭這個地區 其實都有很多外力 在干預 當然綠水這個外力 黑水是美國 綠水當然是說俄羅斯 現在我們不是經常 都說俄羅斯親俄 不是俄羅斯親俄 傻了 俄羅斯一定親俄 因為自己國家 怎會不親自己 不要介意 因為現在是早上五點多 說得都溫溫噹噹噹噹噹 有些烏克蘭的反政府 武裝部隊 經常都說他親俄 當然有俄羅斯的勢力 慢慢說 當然有俄羅斯的勢力 但是震撼的 經常說 他的首領是誰 原來這個人厲害了 竟然是俄羅斯人 嗯 就說 有情報顯示 就說這個人 其實有個假名 假名叫 史特瑞爾科夫 OK 其實他的真名 通常叫葛金 是一個民兵的指揮官 葛金 是的 葛金 這是譯名 他說 其實他前身是甚麼 是KGB入職的 還去過車臣服役 你想想 多厲害 但是現在就走了去烏克蘭的反政府軍 就做Ahead 所以為甚麼經常 可能都有原因 美國咬死他 你們還不是親俄羅斯 親俄羅斯 基本上額頭都是俄羅斯人 怎會不是 對 對 是不是這樣說 這樣很害怕 再加上 他們 這班所謂的綠衣人 其實不止一個 其中一個做了額頭 是 就說經常有些綠色衣服的人 叫做綠衣人 就在 烏克蘭東部地區 那些地方 那些設施 就奪取那些城市 軍事政府的設施 這樣 但是他們的手法 就很專業 武器又很精良 也都有人 有烏克蘭政府方面的官員 就說 其實他們看到 很多俄羅斯的軍隊 根本在侵略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那些武器 都是跟他們那班所謂的 綠衣人 用那些 是一樣的 是嗎 是啊 有些就說拍到樣子 那些 咦 還不是你們 根本你們 這班所謂的綠衣人 根本就是俄羅斯的部隊 的人 甚至乎是特種部隊 好像黑水一樣 我相信 只不過俄羅斯就是綠水 所以我今集說綠水 所以叫綠水 我改的 剛才你說特種部隊 就是黑水 剛才也說過 網民很清晰的 就是我們上一集說黑水 都說在烏克蘭 原來正正 現在有些片出來 就是 完了這個爆炸之後 有人拍到 發射台的車 慢慢 就 駕駛了回去俄羅斯 對 向俄羅斯方向駛 對 還有是說 之前已經拍到 在那些 反政府地區 出現 對嗎 沒錯 沒錯 其實也有資料顯示 這個我想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事實上 上一集我經常說 平民很害怕黑水 原來有人拍到 什麼 原來有人拍到 近似黑水制服的白種人 Caucasian 有時候說白種人 你們知道 其實烏克蘭那些都是白種人 你不是黑的 但是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衣著 就是好像 剛才也說過 特種部隊 但是又不是烏克蘭的特種部隊 也不是反政府軍 那究竟一群是什麼 有平民認得出 那些樣子 就是怎樣 哇 那些平民很厲害 就是有一兩個 黑水 以前是射殺過 那些平民的人 黑水的人 那都認得 是啊 認得有一兩個 就是什麼 當然他不是咬 實在說這件事 認得 就是當發射了 所謂的地對空飛彈之後 換句話 飛機撞了下來 烏克蘭之後 有人看到 有幾個 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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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水的人 就駕駛了一輛車 那輛車 正正在我們現在 外面坊間 流傳的 一個 地對空飛彈發射台的車 啊 很大的指控 即是說 不是政府軍 不是反政府軍 是啦 黑水蛇的 這個就爆了 大家你想一下這件事 其實有這樣的可能 現在主流傳媒 就是全部的矛頭 肯定是直指俄羅斯的了 俄羅斯 你覺得這件事 如果你被冤枉的 你是那個國家的總統的話 你會不會反擊呢 但普京很異常地 很靜靜地 就說 一些事情 未確認完 未查得出真相的話 就不要亂猜拆了 他完全是沒有出來 說過任何的 speech 不像美國那些 不斷死隊 歐巴馬不斷出來 不斷死罵難罵 這樣 我會覺得 會不會現在 這一刻 俄羅斯 會有些什麼證據 在手上 可以 反駁回美國 或者反駁回烏克蘭那邊 喂 我們沒有任何的瓜葛 不是我們指使去做的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 為什麼會提黑水呢 就是 真的這麼巧 我們上一集說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有這件事 但是烏克蘭真的有一幫黑水集團的人 仍然都在做事 是啊 其實那幫黑水 為什麼烏克蘭會這麼分裂呢 其實就是因為黑水滲透了下去 也是給錢 專門是給那些激進組織 絕對 搞示威 甚至乎他們激進 當然是搞動亂 就是反政府 反政府軍 對 搞得更激烈 不單是反政府 都可以 可能是第四勢力 如果這樣說 培植一群 他們是收錢的人 收錢的 給錢他們 總之破壞 變成兩極化 就是那裡動盪 你不妥我 我不妥你 那你說得對 如果我上一集都說過 黑水 時期都是涉灑平民的 好像你上次說過 沒有 我是不會問任何人 我只是問黑水的軍人 黑水的首領 射不射殺 就是他們決定的 你自己想想 究竟他 是否執行一些秘密任務 因為我上一集都這樣說 不見得光的事 我上次都這樣說 還不是 還不是 原來有價目 過遊行一天就100元美金 這麼好 這次的 沒有人 沒有亂說 對 如果你說鬧事衝突更好 300元美金一天 真的好像香港那些什麼 不要亂說 不是 我演唱會 300元這麼便宜 追粉絲那些 什麼舉牌 什麼追車那些 沒有那麼多 人家不是美金 那一定不會 港幣 港幣 即是不同地方結算不同 對 對 還有其實 在美國那方面 也有一些情報的人員 就說過 其實根本 現在已經不打這些 這麼白熱化 這麼表面的 地面戰爭 我也剛剛想說 你說 是啊 其實現在已經 是轉而變做 打這些叫 Special Wall 是啊 聽眾 Special Wall 是什麼來的 大家洗耳恭聽 這件事 為什麼我剛才 在第一節說過 有一個叫做 New World 我們已經說 New World Order 為什麼叫做 New World War 有一個 New World War 就是一個Special Wall New World War 就是現在 背後 Elluminati 那些精英 拆動了 這個計劃 但是現在 狗說的 叫什麼 War Special War 什麼Special法 就是為了達到一些政治的目的 混合了 混用了 例如這些間諜的報道 間諜 應該是用間諜 顛覆 甚至某種形式的恐怖主義 而不是用常規意義上 真正發動一場戰爭 我覺得非常適合 亦正正正符合這個條件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記得嗎 我們在Show裡 你不是說過 現在不是有Robot 機械人士兵嗎 美國人打仗 知道最怕什麼嗎 死人 他最怕死 你明白嗎 為什麼最怕死 他的武器手勢力很大 就是想死到很多人 但是他是最怕死的 所以永遠都是 為什麼 無人飛機 也是他們做的 Robot 的Soldiers 也是他們做的 現在的Special War 是什麼 現在的Special War 就是 不像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有坦克車 有士兵 要不就是 所謂的星球大戰 要不就是 現在阿九說的是什麼 就是Special War 不要聽聽Special War 因為Special War 正正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一個前哨 現在就是在烏克蘭 搞的 有間諜 有顛覆 還包含恐怖主義 可不可以多說 因為可能聽眾 對Special War 這個Terms 或Defination 不太清楚 特別的戰爭 就是 剛才我說過 不是真的 飛機對飛機 大炮對大炮 士兵對士兵 不是這件事 現在我們說的 換句話 就不是明刀明槍去打仗 是不是阿里依斯 就是那些 黑水、綠水 那些 話說 原來烏克蘭 本身這個地區 真的不是那麼多人 支持獨立 雖然很多人 其實穿了七成 七十個巴仙 受訪者 原來都是支持 保持統一 只有十八巴仙 就覺得 不如我們獨立 其他那些 是沒有明確的答案 但因為 其實那個地區 都比較奇特 因為 穿了很多人 其實都是說俄羅斯語 俄文的 都是說 對 所以為什麼 經常都說 他們是親俄羅斯 都是有這樣的原因 對 但問題是 其實他們的心 是不想獨立的 雖然我說過那種話 是 就不代表我一定要獨立的 但是 這兩班人 黑水、綠水 在搞搞震 搞到現在 又要打內戰 多麼無謂 其實我相信 哪個國家都不想打仗 我估計 我自己推斷 俄羅斯 沒理由蠢到 在自己家門口 在家門口裏 在搞震屎 這樣就很臭 很臭 自己 美國人就聰明了 在人家門口裏 搞定 又還要脫身 閃了在後面 俄羅斯都說 還有綠水 還有一個頭頭 被人檢查到 原來之前是俄羅斯人 還做過KGB 你一定有關係 不能脫身 但是他派黑水去 黑水是什麼 是僱傭兵 絕對 不是美國政府 怎麼算都算不到 上去頭上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不要小看 這次撞機的意外 所以 時時都有說過 其實現在在金融也好 政治也好 甚至軍事也好 好像剛才阿九也有說過 特別戰略 特別戰略其實 對我們的人類 不是香港不香港的問題 甚至乎不是美國 甚至乎烏克蘭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就覺得 關我什麼事 烏克蘭 什麼事 美國 撞機的事 都不在我們這邊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我們的標題 就是叫做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當然我不是說 一個恐慌 這件事之後 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這件事的話 可以足以令到 現在的社會局勢 就是世界的局勢 完全是改變了的 大家看到 其實之前奧巴馬 也是很高調 去了馬來西亞 外訪了三天的 其實跟他們的高層 都有很多的會議 去商討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關於MH370 但是我很肯定 是一些政治 甚至乎軍事的編排 上次我想我也有說過 阿狗 現在美國來講 在日本 南韓 菲律賓 越南 澳洲 都開設這個基地 他們基本上 你看到 在戰略上 其實已經是圍著中國 你覺不覺得 是啊 他經常都在旁邊 那裏 部署了 糟了 真的要打 難道打我們 很害怕 所以呢 很多時候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會覺得 如果 要看回 真是究竟 俄羅斯 那個取向 之前 因為 只不過是 烏克蘭和俄羅斯 那個糾紛 俄羅斯 想 烏克蘭 或者是某一些 烏克蘭的地方 歸納 他的版圖 但是 現在 擺明 如果不是俄羅斯做的 擺明美國 他的話 你覺得普京的話 會怎樣做 是強人 所以才會害怕 現在 踩到 心口 是啊 所以 最重要是 看回 現在俄羅斯的取態 究竟情況是怎樣 你又怎樣看 其實 我只有一個怕字 我都做不到些什麼 是啊 所以 大家聽眾 可能會覺得 這一集的話 會不會是 只是講 一些關係的問題 或者現在的政治氣候 其實就不是的 只不過 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 我們想帶出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這件事出來的話 究竟美國有多少的黑水集團 在烏克蘭呢 究竟除了烏克蘭以外的話 有多少的僱傭兵 在其他的國家裡 在住宅 或者是 在做一些特別行動 這個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 美國最流行這件事 剛才不要懷疑我 沉悶了 MX370這件事 第一次的失蹤事件 它又不見得這麼快 今次這件事 是出奇地是這麼快的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聽眾 希望你可以慢慢去想一下 是不是阿九 是啊 只是這種反應 兩個比較 已經很可疑了 不能夠 怪我這樣想它 它一向都已經邪惡了 你知道我覺得它 你現在還要這樣 咦 為什麼大家 還要這麼抵死 又是同一款的飛機 同一個型號 同一間航空公司 為什麼你的反應 差那麼遠 是啊 還有同一個科技 坦白說 它一直這樣說 就是雷達顯示 同一個時間 位置 是不見了 為什麼你無法調查 那架MX370去哪裡 就算回頭也好 一定有時間 和位置不見了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是很匪夷所思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那些反政府軍 要保持屍體和黑盒呢 哇 交了給它還可以 任它說的 到時 飛機打橫飛 然後一個L字形 轉了360度 才跌下來 所以為什麼 現在的情況 就是反政府軍 現在主流媒體就說 就是黑盒在他們手上 嗯 我就覺得未必會這麼順滩 會是給一些的 國際的機構去做研究 為什麼呢 你也知道了 美國那些大鬼曬的 是不是 就是 如果給了一些國際機構 做一些的研究 不是研究 去查這宗案的話 當如果落在美國手上的話 美國可能就會白口你了 嗯 所以他現在就維持了那些屍體 因為之前 為什麼又說可能有370 又說那些屍體死了 那些人是死屍來的 上機前 就是因為說我們看到那些屍體 咦 為什麼 那些血乾了 開始負爛了 你剛剛爆沒理由負的 如果被他拿了 就是被其他國家 不是他自己 就是被人拿了那些屍體去的 那就是 說什麼都可以了 證據沒有了 即是百慈莫變了 沒錯 明明這些是死人 嗯 誰知道 他就這樣說 他說他怎麼死都可以了 還有我真的很懷疑 即是就算好 拿到一個黑盒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知道真相呢 你覺得知不知道真相呢 我覺得不會 未必 我自己覺得也未必 因為其實 第一宗馬航事件 現在仍然都是下落不明 飛機竟然是 但是到現在 這一宗 那架飛機就撞下來了 已經確認了 肯定是馬航飛機 有些人都是說 究竟是370還是17 那我自己都覺得是17 就不會是370 那我的focus就是什麼 反而我會覺得 就是一定是美國主使的了 這個是我個人的觀感 那美國是疏擺烏克蘭政府 還是他自己是出動黑水去做這件事呢 這個值得大家深思的 我只是在想 那黑盒 究竟就算被你知道了 真的有東西射下來了 都不知道誰射的 其實 一定不知道的 怎麼會知道 現在最高科技的就是美國 美國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人造衛生全部都在美國 俄羅斯我覺得 如果計算科技來說 真的未必可以得到美國 但是說真的 如果俄羅斯有證據的話 或者他真的科技 或者人造衛生是真的拍到的話 究竟他會不會出聲呢 我很肯定他會出聲的 但是現在他都沒有出聲 他的軍官有的 很搞笑的 但是他又不是指控 烏克蘭政府軍的 他只是說 2001年的時候 黑海事件也是這樣 我講過一次 我講過一次 2001年的時候 10月的時候 烏克蘭也試過 射錯了俄羅斯 即是西伯利亞的機 射下來也是民航機 最初也是不認的 轉過頭就認回 八天之後 就是要拍 他只是說了這件事 他擺明是囂張的 暗示 但是又沒有說這次是你 這樣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一個猜測 或是誰都這樣說 給一些不同的角度 給大家去看情況是怎樣 或者再看過幾天 有沒有人出來 認臭小子 其實是我的 我覺得這件事 搞到現在上了政治舞台 國際的政治舞台 和軍事來說 我 個個都不敢認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可大可小 這件事 對吧 因為你記住 其實二百幾三百條人命 其實都很慘 對吧 就算你不要理 究竟有沒有美國人 現在擺明是沒有美國人的 差不多三百條人命的話 其實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悲劇 所以我們也未必可以做到 什麼出來 但是我會覺得 現在來說 在這個情況下 希望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真真正正知道 究竟是誰做的 但是我這樣說一句的話 都很矛盾 因為始終 你說是不是真正的答案 未必我們會找到一個真正的答案 但是盡量去做這件事 對吧 沒錯 無論如何 我會覺得 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好影響我們 大家想想 我就肯定我覺得很大影響 這是一個前奏 我覺得是 簡直可以說 其實所謂的special war 你說 當是在打第三次 我覺得都 真的可以這樣說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在打第三次 但只不過沒有人覺得 這個special war 人的感覺就是 打仗 就是覺得 原來是 看到一個軍隊才叫做打仗 其實未必是這件事 大家可以深思一下這件事 是吧 OK 哇 今天其實 我們找的資料 我們刪除了很多 是吧 因為有些資料 我覺得 未必是真確的 所以我們真的不是這樣說 究竟是真與假 但是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蝙蝠去審查我們的資料 因為 第一 發生的時間太短了 是吧 第二 因為這幾天的事 其實就 在外面的市場 所以我們盡量去拿多些 一些資料 去盡量去 看一下究竟 情況會如何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一集 因為我和阿九都盡量 去拿多一些資料 剛才說過 時間不多 因為發生了幾天 外面的傳媒 或者我們的資料 都不是太多 所以我盡量去找多些資料 去分享給大家 所以 希望 不要再發生這麼多一些 不開心的事 是吧 因為始終 我時也是這樣說的 利益歸於利益 是吧 沒有利益的話 就沒有陰謀了 那是否真的利益這麼重要呢 是吧 令到這麼多人命 就這樣 就過身呢 所以我覺得 雖然我們說這件事沒有什麼作用 是吧 但是大家都會喜歡愛和平 特意今天都想播放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代表很多人的心性 而且這首歌是一個 不是還是小童 這首歌 當然他的影片 就是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這首歌 其實是一直都在說小朋友 其實都是在說愛 說我們不要有那麼多戰爭 因為其實Michael Jackson 生前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有愛 也沒有那麼多戰爭 那希望大家都抱著這個理念 希望我們的地球開開心心 或者我們自己的地球人都開開心心 不要有那麼多戰爭 OK 那 差不多了 我們今集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是 對 有什麼意見的 或者什麼的 我們將會將這些 我們的information 都是放在我們forum 中的 是不是阿狗 沒錯 嗯 好 那就是 這一集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見面 OK Thank you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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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